1942年5月7号 二战日本海军翔凤号被美军击沉后 日军急于复仇 派出了27架舰载机 四处搜寻美军航空母舰 之后没多久 他们真的发现了美军航母列克星顿号 于是双方舰载机展开了空中激战 但是日军飞机是寡不敌众 只能返航 不过返航时 他们却错将列克星顿号 当成了自家的翔赫号航母 请求降落 美军官兵看到这一幕直接傻眼了 当他们意识到 这是日军飞机停错了航空母舰后 迅速开炮迎接 听到炮声隆隆 日军飞机这次明白 企图赶紧逃离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 最终只有六架飞机逃走了